江世辰失了礼仪,应当罚他重学公归 不过令调夫子过来也不方便 不如你搬去与他同住,教他规矩吧 江青才学济济,想必不会让哀家失望吧 是,微臣,谨遵一指 日日与江青县的狄青哥哥同吃同住 西无尽,这次你又要如何应对呢 我可是太后娘娘亲自派来的 你们就拿这些破烂来敷衍我 你一个破夫子,难道想要精英细软吗 要是瞧不上就走啊 江西界,你不过就是我们江家养的一条狗 竟然纵容恶奴,刁难主子 你对得起江家对你的养育之恩吗 当年我父母遭难 有人将我托付给你家 并给了你父亲一大笔足够我优渥一生的钱 你父亲不仅隐瞒此事 还将钱尽数私吞 如今说起养育之恩 当真是可笑 他竟然知道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将你抚养成人 不然,你哪里来的今日荣耀 凭你们也配 在宫中,想让人消失的办法有很多 你想是哪一种 这家伙绝想对我动手 一定要挥兵,娘娘 太后驾到 江熙剑,你死定了 我这就和娘娘够 娘娘 江图敏方才在去月轩 肆意妄为,翻箱倒柜 还辱骂臣 还请娘娘为臣做主啊 你个女长,翻脸比翻书很快 娘娘,你别听她挑拨 明明是她想掐死我啊 不行,你看尘脖子上 还有她的纸印 您瞧,当着您的面 她都敢陷害尘 可想而知 尘受了多大的侮辱啊 嗯,江世臣 哦不,先帝陛下 您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既然夫子不守规矩 那江世臣想怎么处置他呢 臣也不是心狠的人 将他赶出宫去就好 娘娘 江西间是怕我争夺宠爱 您千万别听他一人胡说呀 你说得不错 哀家不能听信一人之言 月月 你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娘娘 您不知道 江图敏夫子仗着是嫡出公子 处处瞧不起我们 还欺凌江世臣 小韵月 你可不能因为和江世臣亲近 就说谎哦 娘娘明鉴 奴家所言句句为真 好了 事情已经查清楚 江图敏以下犯上 便留居聚云阁 不必来哀家身前伺候了 您听我解释呀 娘娘 夫子 请吧 江西间 你给我等着 月月你也下去吧 哀家有事要问江世臣 是 奴家告退 江世臣 哀家几日不来 你脾气见长了 江图敏一事 你是以为哀家看不出来 竟然搬弄是非 该当何罪 娘娘恕罪 请您听陈一言 若您听完 还觉得有罪 那陈甘愿领罚 说 陈是为娘娘考虑 江图敏背后 站着的是宋静宋太尉 宋太尉 郎子野心 想必 想必娘娘也十分清楚 若留她的人在宫中 难保他日 不成心腹大患 照你所说 你倒是半分私心 也没有了 陈 有私心 陈不想娘娘身边 有别的人 陈想 能永远陪伴娘娘 真是会言 若不是知道 你是西乌记 还真被你骗过去了 我且问你 难得第十则 是什么 男子当以妻为主 不得欺瞒 不得度恨 背得不错 但是你方才的言行 有如书上所言吗 陈只是发自本心做事 还请娘娘明察 自从入宫后 陈便将全心 都交付给了娘娘 身为臣子 应当不交付 感情 谁能不交不动 若娘娘 要因臣太过在意您 而惩罚臣 那臣 也心甘情愿 哀家肯陪你演这出戏 也早有决断 不过是随口一问 倒惹你伤心了 其实将是臣所言 哀家十分认同 当年哀家入宫 被十几个礼仪 默默叫规矩 错一个字 便要挨手板 从父从夫 专心将行 不得细笑 这些话 哀家闭着眼都能记起 哀家生平最讨厌束缚 可在这宫里 却处处都有规矩 原来这便是 你始终未对朕 交付真心的原因吗 入宫前 我只听说地后情深 可入宫后的所见所闻 与传闻并不相符 娘娘总是心有欲解 似乎很少眨眼 其实 有些事并非出自先帝的本心 先帝更想看到的 是真正开心的你 或许重来一次 先帝也会后悔当初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